好,那接下来你为了32元的设计,那像刚刚那个前瞻敬畏的,我们就留给各位有兴趣自己看,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设计LU了,那要设计LU之前我们先来设计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加法,如果我们要做加减器怎么办? 一个LU就是可以做加,做减,做成,做除,有时候没有成除,因为很多处理器是不支援成汗除的,那成汗除可以用加法和仪位做出来,比较简单的单晶片的处理器通常没有成汗除,也没有骨点除,最后都是用软体模拟出来的,比较复杂的处理器就会有成汗除, 那也会有浮点数,但是浮点数通常是另外一个处理器叫浮点处理器,FPU 那现在我们来看,如果要延伸加法器,当那个32元加法器做出加减器,我们先看4位元就好,4位元做加减器怎么做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弄一个A进来,但是我在B的前面呢,我加一个SO 这SO做什么呢?SO连接到OP,这个OP如果是0的时候呢,B0会直接穿进来,直接穿过,所以这个时候做的是加法 OP如果是0,B0直接穿过,那不就变加法?OP如果是1会怎么样?OP如果是1的话,B0会反向,对不对? 因为它是SO,OP如果是SO,OP如果是1的话,B0会反向,B0反向的结果,请注意这边我特别拉了一条线,这条线,非常重要 这条线就是让它再加1,反向再加1是什么东西啊?反向再加1就是2补数,对不对?只有反向是1补数,单纯反向是1补数 反向再加1就是2补数,所以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电路就会把B变成它的2补数 变成它的2补数是什么意思?变成-B,对吧,变成-B拿来加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它变成-B拿来加,那就是A-B嘛,就变成A-B了 所以我如果要做加减器,我只要在这边加一些SO,每一个全加器前面加一个SO,然后把金位接到OP就行了 好,这时候呢,这个电路布局就很清楚了,我们就直接来写 我们要把刚刚的A的form改成A的subform,加减器 所以我们输入有多了一个OP,0的话代表加,1的话代表减 好,这边呢,输入是A,B,输出是上和C,都没什么变,只多了这个OP而已 但是中间呢,我们就必须要把这4个线,B0输出的这一条B1,这个我们就叫BOP B加上OP的结果,BOP BOP0,BOP1,BOP2,BOP3,这个宣告在这里,Wire BOP3到0 那我们就让直接宣告一个SOR4,4位元的SOR,4位元SOR 然后呢,B进来,对不对,B进来,然后呢,跟OP,4个OP,4个OP,4个OP 连接起来4位元的OP,做什么呢?做SOR,SOR的结果放在BOP里面 再用这个BOP呢,拿进去跟这一条加法 但是请注意,它的进位也是OP,输入进位也是OP 输入进位也是OP,就是这一条OP进来C0,它的C0是OP C0是OP的结果,最后这个上和Cout就会得到 如果是加法,就会得到加法结果,如果是减法,就会得到减法结果 OK,所以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加减器 加减器,那当然我们要把全加器也放进来 4位元加法器也放进来 SOR4,4位元的SOR,我们直接用Assign来写 A,这个符号就是SORB 然后呢,接下来接一个A的Subport 这里就是刚刚的SOR的电路 进到4位元加法器之后的结果 然后测试的标的,就是A的Subport 好,这些线路呢,都要设起来 请注意,这边有加战转器的,是因为它会放在等号的左边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用0101跟0000,开始去做加或减 但是OB呢,会反复的震荡,就是从0变1,或1变0 那B呢,也会反复的震荡,就是也会一直加上去 B,一开始是0,一变1,2,3,4,这样加上去 结果你会看到,这个50耐秒的时候OB是1 然后A是5,B是0,所以5 OB是1,5-0是5 然后100耐秒的时候OB是0 A是5,B是1 因为0代表加,加法,所以是6 5加1,6 那1的时候呢,就代表减法,5-1就是4 0的时候代表加法,5加27 1的时候代表减法,5-2是3 0的时候代表加法,5加3 应该是8的,但是1位了,所以就变负8 OK 1的时候呢,代表减法,5-3,12,没错 0的时候代表加法,所以5加4是9 1位了,所以变负7 就这样子看 那你会看到最后的运算结果 应该都还蛮符合的 除了1位的情形 是必须要特别注意以外 其他都是符合的 那这边就是用一个 应接线的电路方式 来做4位元的加法器 好,接下来呢 请各位执行看看 执行完 请你用应接线的方式做32位 加减器 应接线的方式做32位 加减器 我们等一下 你就不需要用直写 因为这个没办法用直写 请你直接在电脑上写 等一下我们抽了 上来 直接把你的版本上传 直行给我们看 OK 30位 加减器 3位 3位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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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位